这里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选手推荐的理由很简单 杨帆 他是专门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的 他很苦恼 好 他还不止下问 对 他带来的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不红 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掌声有请江涛 眼熟吧 死江涛 就是那个江涛 好久不见 夏明老师好 你好 黄金100秒刚刚开播的时候 我们的选手江涛 不认识对不对 那就对了 参加了那么多节目 就是没红 对 我也确实参加了好多节目 过过杨帆老师 我就参加了两档 你的另外一档节目 我也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对 我想起来了 所以导演给江涛了 一个八个字的一个标签 定语 旅败旅债 吕战 吕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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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闹腾 今天不闹腾 别控制 你不闹腾 我不习惯 当时 嘉门老师感觉我太闹腾了 我还没表演 嘉门老师说 把他给我淘汰了 对对 不过我说实话 这个江涛当时参加 黄金100秒 2013年 这个 当然虽然没有在 我们节目成功 但是之后 其实我是有留意你的 在其他的综艺节目 影视剧当中 我都见过你 是是是 确实拍了 上了好多节目 我还拍了一部电影 那你还算不红吗 不能说 因为我跟我在一块的 像您大鹏红了 像您的校友杨迪 跟萧萧 之前我们也认识 人家也红了 但是我就感觉 我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呢 你自己做过分析没有 做过分析 我好像少了一点专业知识 就是我也没学过表演 也没学过这种就是 但是我演了一部电影的男主角 对啊 一部院线电影的男一号 男一号 那个电影赔了多少钱 我们的票房是21万 都是我们老板包场 因为我们的场次 都是上午11点之前的 晚上9点半以后 都是无效场次 另外是小城北 也没说 导演耳机里面提示我 说这个电影投资了1000万 收回了21万呢 还老把自己掏的钱 但是到后来 总投资1021万 但是到后来呢 就是我们那个片方 我们导演说了嘛 我们卖版权卖得特别好 就是网络他说 感觉我演的还是那么回事 包括最近在一些自媒体上 他们说 涛哥我看你演的电影不错 就是干嘛 我就感觉已经足够了 因为我无法和那些 大成美的比较 我能演男主角来北京八年 就一个没学过表演的 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而且是像你们 就是这种长相 这种背景 我能演个电影不错了 希望大家 给我的掌声鼓励好吗 我觉得江涛最大的魅力 就是他真实 真诚 在我们山东德州 也有时催我结婚的事 因为 你今年多少岁 我今年33了 33 我原以为今年春天 我那个电影能红 我当时还做好 戴口罩的准备 我当时晚上还做梦想象 有助理 又想大鹏他们 但是失望落空了 我想跟我媳妇说 今年咱电影成功了之后 结婚 结果电影也没成功 结果呢 结果就没结婚了 媳妇呢 媳妇她也跟着我 北京的 那你还争婚 不争婚 不争婚 就是我们村里的人 好多人他都问我 江涛为什么不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这次当当节目 在我们村收视率特别高 你别问我结婚这事了 好吧 看电视就行了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做自媒体 我发现做自媒体很挣钱 就是 做自己 做自己的 对 就江涛的 对 就那个账号 那个账号 我一开始 我没以为我有这么大的潜力 你觉得你在网上 自己有个自媒体 大家做你的粉丝 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你吸引网友的点是什么 他们就看我 就是特别搞笑 我偷个他们的评论 特别有意思 有的说 江涛打你是我毕生的梦想 黄金100秒 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今天咱们现场的 200位黄金观众 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是是 所以现在做自媒体了 比上班强多了 比上班强多了 因为我 我现在后悔 我该 早点 我该把工作给辞了 早干 你们也辞了吧 你们也辞了吧 这是江涛的性格 今天为什么报名参加我们节目 今天我还想试一试 我就不信这次我也被淘汰 这是他身上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就是不能认清自己 对对 那希望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做好了 如果成功了 如果成功了 弄个金箱链 弄个金牌 如果 如果失败没想过 根本就 好 他已经准袖子 做好准备了 准备好了吗 江涛 准备好了 来 熟悉的口号 再说一遍 试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 黄金大舞台 观众在前方 挥手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变题是 我江涛今天不应该被淘汰 刚才杨凡老师说 我戏有点过 说实的话 今天特别紧张 你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知道 唱歌跳舞是最占优势的 像我们说呢 是最不占优势的 我上次就因为说被淘汰了 我这次因为说 我还选择说 这是什么精神啊 这就是不服输的精神 这就是 这是什么精神呢 不知天高的地厚的精神 这叫什么精神啊 我建了棺材 我还不落泪 我还要哈哈大笑 说实在话 我电影一千万的电影投资 我二十一万客房不怕什么 我还怕黄金100秒被淘汰吗 是吗 然后呢 第二个的是什么 我视金钱如粪土 比如说这个节目获胜 可以得金项链 可以得金牌之类的 我 我一点都看不上 现在有好多人都谈钱 就是特别俗 我家有几套房子 第三的是什么呢 就是差异性 你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节目 经常有唱歌跳舞的 像我们说的说的 能给你缓解压力 能给你带来幽默 能给你带来什么的 这个特别需要 好吗 我今天不但不会被淘汰 而且还要得更多的金牌 就是不要让唱歌跳舞 占据这个舞台 这个舞台也需要 像我们这种幽默 靠语言 活着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还是被淘汰 对于老选手 我们要尊重好吗 好 来 面向舞台 鞠躬 慢走 我觉得很有必要 现在请工作人员 来检查一下 我们的投票器 我估计损坏率很高 因为我刚才看的镜头里面 有些姑娘摁 平时都是这么摁 刚才是 网友要打死你 我们就淘汰你 摁死你